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大家设想一下 那么当你我们这个深发展股票 就是中国市场地资股票发行的时候 是很难发行的 深发展发行的股票的过程 基本上是中国特色的 据说就是行政它卖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证据市场 所以你必须有二级市场配合 才有人去买股票 尤其是股票 因为它不退本 对吧 所以我们得看看什么是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呢 也叫做次级市场 也叫做流通市场 对吧 是以发行证券流通的场所 在这个市场上 是以发行的证券 再来在这个市场进行流通 倒卖 倒卖倒卖 说的不好听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市场上呢 它本身是不能 不具备将储蓄 资金下投资转换的这个功能 它不具备这个筹据资金的功能 那么还有这个市场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市场 它的交易 会形成一个平均价格指数 我们叫证券市场指数 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情欲表 所以它也是有作用的 对吧 所以我们讲二级市场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为整个国家国民经济调控呢 提供了一个情欲表 那我们知道情欲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前预知这个国家的经济 会出于什么状况 从而能在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对吧 所以一般经济好的时候呢 股市其实是流市 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股市一般是熊市 而且股市会提前预知 对吧 所以就像那天气报一样 对吧 当然可能大家会说 我们的天气报经常会误报 对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股票价格指数呢 和实体经济也会相反 有时候也会不一致 对吧 那么难免会犯些错误 因为毕竟在这个市场上的 价格评估 其实有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是公正的 对吧 有各种偶然的因素 或者心理的因素等等等等 总之呢 就是说二级市场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提供国民经济情欲表以外 还有没有作用呢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说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 决定了一级市场的规模 有些二级市场越发达呢 越有助于一级市场证券的发行 它还是有这么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二级市场 其实谈不上一级市场上的 但如果只有一级市场 没有二级市场行不行呢 也不行 我们刚才说了 对吧 所以是一级市场有新发行 然后到二级市场进行证券的交易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对吧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二级市场的基本的定义 那么所以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 到底在哪个地方去交易 以买的债券呢 或者股票呢 你可以去的场所 我们主要的场所是有两个 我们这里方中心介绍 主要的两个场所 一个是正群交易所 一个是场外交易所 就一个是有形的市场 一个是无形的市场 这是在国内外呢 大多数国家都具有的 所以我们介绍一个比较一般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说正群交易所 正群交易所也叫第一市场 是在固定地点 集中交易公开发行证券的场所 公开发行和交易证券的场所 就是在集中的地点 公开发行和公开交易 对吧 尤其是集中交易 对吧 集中交易公开发行的证券 就私募的正群可以不在这个市场去交易 我们讲的是公募 所以它集中交易公开发行的证券 包括股票和债券 你在这个市场去交易 所以我们叫正群交易所也叫第一市场 对吧 我们中国通常叫主板市场 比方我们的上海正群交易所 深圳正群交易所 对吧 那么这个交易所是有组织的 集中的提供正群交易的场所 所以是一个有形的市场 一般来讲 这个正群交易所呢 它本身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团体 一般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说 也可以是公私制 也可以是会员制 对吧 那么 比方说像我们国家呢 就是会员制 对吧 就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 法人团体 对吧 在这里面会员 什么是会员呢 大家知道会员制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可以举一下大家健身 比方说很多人都有去 中底背地健身的这么一个例子 对吧 这么一个一个习惯 你要去中底背地健身 你怎么去啊 你是不是要办一个会员卡呀 你不能说今天你有时间 往哪里去游泳 对吧 你给他试试管理游泳一次 他不会收你的 对吧 一般的事情办卡 但可以办不同的卡 办年卡或者次卡 对吧 你办卡 他先把钱收回来 你发现没有会员卡 其实会员制 他有他的优点 或者他的猫尼 在什么地方呢 他把你的钱先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 拿这个资金呢 来去维护这个 场所的运动场所的 这个硬件软件 招聘员工啊 对吧 硬件啊 然后你来去 对方去健身 所以前世提前就把你一年 或者五十次 一百次的这个 健身的费用就收回来了 然后他再进行一个运作 这个叫货源制 对吧 所以同样的我们资源教授 比方上海资源教授 你能进去吗 你不能进去 对吧 也是货源才能进去 所以我们刚才说 没办卡是不能到 终于不能去健身 对吧 同样你没有 你不是会员 你不能到资金交易所 去买卖证券 所以那么 他的会员是谁呢 是不是有钱 都能成为会员呢 不是的 他的健身还是有所区别的 对吧 有很大的区别的 他的这个 资金交易所的会员 一般是什么呢 一般是资金公司 投资银行 券商我们简称 所以他们构成了 这些资金交易所的会员 所以他们要交会费 就有一个席位 这个席位就是一张桌子 对吧 你们有电脑 电话 传针等等 和产外去联系 对吧 然后到教育大厅里面 他们穿各种 不同颜色的马甲 我们都知道 对吧 所以说 比方说 我们来看一看 比较成熟的 这种教育所 柳越这种教育所 到底是哪些人 会员在里面进行 活动呢 大概有这么几个会员 第一个是 佣金经纪人 这一穿这种颜色 马甲的人 对吧 只一穿黄色和红色 对吧 跟每个市场不一样 那么呢 他们是专门负责 委托业务的 就他们专门负责 他们产外的 因为在产外有营业部 他的客户有个委托 给到他们产内 然后产内进行 进价成交 对吧 或者说 那个交易 成交 成交以后呢 然后给到 告诉给客户 这样他交去 收取佣金 所以佣金经纪人呢 是靠佣金 来赚取收益的 这是第一个当事人 第二个当事人呢 是产内经纪人 就是 所以他叫什么 他叫 FloBlock 对吧 这个中国好像比较少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产内跑来跑去 帮助佣金经纪人 执行委托的 机构投资者 就是说 当佣金经纪人 手中的委托单 挤压太多 影响成交效率的时候 可以把部分的委托单 可以委托到 转弹到产内经纪人 让他替我们去成交 然后呢 我给他佣金 所以这个说的不好听 就是吃剩饭的人 对吧 这个叫厂内经纪人 第三个呢 叫厂内交易商 这个我们中国也是有的 对吧 厂内交易商就是这些 这个货员呢 在这个厂内用自己的资金 来为自己进行资金买卖 来赚取价差 所以他们的收入来源就是价差 当然风险也比较大 所以这个我们国内叫自营业务 第一个佣金经纪人 叫代理业务 第三个叫自营业务 对吧 这两个我们都是有的 第四个是我们未来想去完善的 叫特种交易商 对吧 那么这个特种交易商呢 也叫Market Make 就市场制造者 他的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呢 是维护他所 这个就维持他所维护的这个股票的价格的正常波动 这个叫做事商制度 就是在做事商制度下呢 每一个上市公司都要将自己的股票 委托给一个公司来进行保管 那么当然呢 一个特种交易商呢 可以负责好几家公司的股票的保管 怎么保管呢 那就意味着这个特种交易商 比方我们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微软的股票 他给到某一个交易商来保管 那就意味着这个特种交易商呢 必须手中持有大量的微软股票存获 同时必须持有大量的资金 那这样一旦这个市场上出现 对微软股票的非理性抛售的时候呢 这个特种交易商就有意欲出来 将用自己的资金 在市场上把股票购买过来 来抬高价格 反正呢 如果出现了非理性的这个 这个购买的时候 达到非理性的上涨 那么这时候呢 特种交易商 必须将自己手中持有的微软股票的存货 向市场上卖出去 来打压这个价格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让这个股票价格正常的波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在美国 这个证据市场做股票投资的 从长期来讲 你的回报率也可能只有15% 10%到15% 但不像中国我们的股票投资 一年就翻好几倍 我们经常会有暴利 对吧 所以我很多人说 外国就是比方说 我们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 对吧 或者在国外上班的 基金公司上班的人 他很难理解我们中国 为什么你们一年能赚这么多钱 对吧 所以也是我们目前不太完善的地方 对吧 投机风的比较浓厚 那么这种 所以大家我们再问一下 这个特种交易商赚不赚钱呢 特种交易商其实是赚钱的 对吧 因为大家肯定感觉到他不赚钱 因为他好像充当了证券 证券会的角色 他替证券会维持股票价格 对吧 当你出现非理性的上升的时候呢 我打压价格 当你出现非理性的下跃时的我抬高价格 好像他很高尚 大家觉得 但其实他是赚钱的 为什么赚钱呢 他也是低卖 高卖 大家发现没有 他买在低 对吧 大家都非理性的抛售 我把他买过来 对吧 大家非理性的购买 我卖给你 他也是低卖高卖的 他也是赚钱的呀 对吧 所以很可能只是说 他赚钱的周期呢 可能和我们正常人是有所错位的 对吧 但是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 应该是有特种交易商这么一个角色 来维持证券价格的正常波动 对吧 所以我们也是要漫妄的建立我们的周期商制度 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市场上呢 他的这个证券交易所 他到底怎么进行交易的呢 我们可以看这么一个图 对吧 所以比如说这个投资者 首先左边是投资者 对吧 那么投资者呢 他要不能到最右边的教育所 教育厅去买卖证券 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证券公司的营业部 对吧 就产外的营业部 那么我们投资者呢 跟证券公司产外营业部呢 去清理这个证券委托的这个协议 对吧 委托买卖 对吧 然后这个证券公司的营业部呢 就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产内的教育大厅 不是有个席位吗 跟他们进行一个传输 对吧 电话传证啊 或者电脑系统 对吧 然后呢 通知他去买卖 对吧 然后成交以后呢 他再报告给这个产业业部 产业业业部通知给我们投资者 你买到了 交割 什么叫交割呢 就是说你买到了 你的钱就少了 你卖了 你的收入就多了 就一时交情一时交货 他是这么一个方式 所以说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都是代理买卖 对吧 是代理买卖 不是直接交易 所以我们看看 世界上最主要的证券交易所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纽约证券交易所 对吧 应该说是目前市场上 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对吧 这个交易所 它的前身呢 是产生在1792年 5月17日 当时24名证券商呢 他们聚集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 这一块桃呢 我们只能进行证券交易 所以达成了一个协议 对吧 所以我们说 纽约证券交易所 产生于一个梧桐树下 对吧 当然成立于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哪里呢 是1773年的伦敦证券交易所 是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所 那么我们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于哪里呢 19900的这个深圳赦证券交易所 1990的上海赦证券交易所 对吧 就是上海赦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分别成立于19900和19910 对吧 所以说明我们中国呢 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还是比较短的 这是第一个市场 那么第二个市场呢 就是场外市场 我们通通过柜台市场 对吧 也叫OTC市场 就是office counter 对吧 就是在证券交易所大厅以外 分散在各个证券公司或者银行的柜台 对吧 进行证券交易的活动的总称 所以因此是五行的上海 它不集中在一个交易场所 虽然也可能在柜台 比方在一个中国银行的柜台 进行的柜台 对吧 但它不集中在一个大楼里面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为什么用office count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去看看你的药箱 我们你们的药盒里面 很多你去什么这个药店 那个药店买的药 都会有OTC三个字上面 这就是告诉你 大家都知道叫非处方药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药是分散在各个药店去买的 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医院去买的 在医院里买的药 处方药 那是集中在一个交易大厅 就是医院 比如医生开处方里的人去买的 而这个呢 是分散在各个柜台 各个药店 就相当于我们分散在各个证券公司和银行的柜台一样 那么这个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大家想一看 你们买的OTC的药 有什么特点啊 对吧 以往我们肯定就说 它的那个可以自己去买的 不要就是医生开处方 对吧 所以有人可能说 它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对吧 很多药都能进入这个市场上 所以甚至在这个药店里能买到一些保健品都能买到的 对吧 生活用品都能买到的 对吧 等等等等 所以说这个市场 而且是你直接买还可以讲价 对吧 在印尼拿药是不能讲价 这是可以讲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市场 到底有什么特征 我们来看看我们政群市场上的OTC 这个场外交易市场 对吧 OTC市场有什么特定的 无集中的交易场所 通过信息网络来进行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呢 在这个市场呢 采取的是什么呢 采取的是这个自营 对吧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做商制 而不是经济人制 对吧 就不是说找一个人代理去交易 而是我自己去交易 所以它叫做商制 对吧 是自主交易 对吧 比方说最著名的场外交易市场 就是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 对吧 这个是全球最著名的场外交易市场 对吧 纳斯达克市场呢 它应该我们可以看看 它是一个什么呢 叫这个全美自营商自动报价协会 系统 对吧 我们中国目前也有这个 场外市场 比方说我们有 比方说大家知道三板市场 新商板市场 它都是分散 分散在场外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什么叫新商板市场 对吧 当然我们曾经想学 西方国家的这个 比方说纳斯达克 我们就做了一个中小企业版 而我们的中小企业版 是哪做的呢 是在深圳之间教育所 开了一个中小企业版 所以我们发现 还是在场内 它也不在场外 所以我们学的是不像 那么后来我们又搞了一个创业版 可是我们的创业版 也是在场内 也是在深圳 是在一个创业版 对吧 所以总之我们到目前为止 应该来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产外交易市场在中国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产外交易市场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基本上交易的对象呢 是以未能在 证据交易所 批准上市的证券为主 所以它的上市条件比较宽松 所以因此我们的新商板 应该说 有可能变成我们的产外交易市场 因为我们的新商板 就是一些高科技公司 小微企业 它没有盈利要求的 然后呢 他们在这里面去上市去交易 所以目前的这个新商板市场的交易呢 它的有协议转让 对吧 那么这个还有注册商制 但是它整个交易都比较清淡 所以我们新商板市场 未来还有更长远的道路去走 对吧 第四个就在这个市场上的交易方式呢 是双方协议成交 对吧 而不是竞价成交 对吧 所以上市门槛比较宽松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OTC的药 相对要比较宽松一些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证券 一旦发行以后 在流通的市场 可以去哪里流通呢 所以我们说的市场 并不一定都是集中的市场 只有证券交易所 才是集中的市场 这个是厂内市场 那还有更大量的 应该是厂外交易市场 分散的各个地方 通过电脑 通过数据中单 通过信息网络 所进行的证券交易 这是我们所说的 二级市场 那么在这个二级市场 所以大家一定要问 我到底怎样买卖呢 买卖这个证券呢 对吧 这就是证券交易的方式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们下期来介绍 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